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努力的生产 或者是努力的促成其事 在促成其事的因缘 能够很顺利的也资助 不顺利也资助 如果是很顺利的呢 这感谢 不顺利的呢 也感谢 为什么啊 因为一个啦 有一次呢 我跟几位比丘尼 也就是女众啊 谈话 谈话多 彼此都没有交际点的 但是他等他的 你谈你的 就是好像季同亚奖一样 谈了两个小时 结果呢 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啊 没有一点结果啊 让你们奢望了啊 我说本来就没有准备一个主题来 而就是请大家来 就是提供自己的想法看法 结果呢 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很满意 因为都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虽然自己想法跟其他人的想法有点不大一样的啊 但是呢 晓得了 其他人呢 有什么想法的 因此呢 大家都很昏昏细细的 这个 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这也就是说 你有你的满足 他有他的满足 你的到底是什么 他得到的是什么 你想要付出的是什么 他想要付出的是什么 都已经是满足的 满足的原因就是 说在这一个情况下 在这样的一种啊 环境下 或因缘的这个促成下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满意的 所谓满意并不一定是成功 但是呢 已经有了一个结果了 那当然这个结果你要接受也得接受 不接受也得接受 那当然最有自主呢 你常常快乐的 比如说我 有一段时间呢 我在街上流浪 我是在纽约的街上流浪 而且是冬天 下大雪 挂大风 我背了个睡袋 不知道晚上睡到哪里去 每天晚上不知道睡到哪里去 第一天 早上起来背了个背包 然后背了我这个睡袋 就啊 到处去这个地方看 那个地方啊 走 那段时间过得还蛮充实的 虽然什么都没有了 身上也没有钱 而觉得蛮充实的什么 这个生活很充实 晚上清清楚楚地睡觉了 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啊 总是有个地方可以让我睡的 那也是满足 那第二天呢 过个日子过得蛮充实的 知道在做什么 也是满足 到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我还很满足 这个 你不满足又怎么样呢 那只有满足咯 不满足 你怨天忧人 你痛苦不堪 你到处在那边埋怨 没有用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呢 随遇而安 那这个叫做知足常乐啊 知足常乐并不等于说 这是 什么东西都不期待 什么东西啊 都不要啊 去努力 去制造 或者是呢 去啊 发现 去啊成长 去发挥 而是呢 在成长到某一个层次 你没有办法再成长 那也就满足 你发挥到 发展到某一个程度 在这个情况下 你没办法再突破 所以突破不需要突破 那这个不需要突破了 为什么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那就 有另外一个因缘出现了 或者是 出成另外一个因缘出现 那可能有个转机出现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能够是满足的 这个叫做知足 那说是 命中注定的有 你就是有的 命中注定的没有 你就是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定命论 这个是宿命论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过去是已经呢 确定好了的东西 这一生要来的一定会来的 过去是确定好了的 命啊 这不会来的 永远不会来的 那是不是说 我们就躺在那个地方 等着饭吃 饭会来吗 我们坐在那地方 等着衣服穿 衣服就来吗 我们不要读书 不要学习 直接就懂了吗 如果说 反正是要来的一定会来 要会的一定会会 要有的一定会有 那如果你不用头脑 你不努力 就有吗 所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自作常乐 并不等于说 前世已经注定了 你有的你一定会有 注定的没有就是没有 错的 前世没有啊 努力 精神呢 努力就有了 精神努力了 可能你不是马上兑现 来生还会有啊 不能够说知足 那就是不努力 不奉献 不发明 不发现 不争取 那就是错的 所以是呢 不要误解了 那个自作常乐的意思 和服这点话 那真是消极 真是悲哀了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股节目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赞叹别人 热心有为 积极进取 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人们批评别人 多管闲事 爱表现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那么究竟热心跟多管闲事之间 这个尺度该如何拿捏呢 热心呢 是全新的投入 热心呢 是啊 不眠不休 甚至于 不计较 人家的 是不是啊 有好的批评 评价 是不是有人家赞叹 而就想到 那种应该 这样的应该做的事情 全新 去帮忙 去努力 比如说 看到有一个小孩子掉到河里边 不管怎么样 不考虑任何事 任何问题发生都不管了啦 救人第一 救好了以后 把他救上岸 这个小孩子已经没有气了 要给他 怎么样子急救 急救不了 赶快找 车子 把他送到医院 到医院里头 也不管他 这个小孩子 父母是谁 请医生赶快 就急救 那么救好了以后 再说 这不考虑啊 太多的问题 这救人第一 结果一来呢 把自己整天的时间都 都花掉了 又花掉车费了 甚至于医院里的费用 也要下来花了 弄得不好 人命发生了以后啊 还要上法院了 还要说他 这个小孩子 你救了之后 怎么把他救成这个样子了 那父母发现了之后 可能还告他一撞 哎呦 可能是这样子 如果考虑了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不敢救了 所以日心的人 只看到这个时候要救 这个时候要帮他的忙 如何的帮他的忙 尽其可能的自己的能力 财力 尽可能的把他救到 这个叫做日心 自己说 结果会怎么样 自己损失多少 不考虑 如果考虑到损失 考虑到自己的问题 那就不敢救了 往往做好事 不得好报的 因为你救他一下 可能呢 下面的问题 接着来 那 如果考虑了那么多 那个心就热不起来 热心就是 当人不让 当下 他马上要全力以赴的 这叫做日心 还有那个多事就不一样了 多事呢 这小孩子就掉到河里边了 你有不会游泳 你拿一根做杆子 去捞那个小孩子 几乎 你把那个小孩子 越捞 小孩子压在水里边 越生了 你不救还好 你也要救 那个小孩子死得快一点 这个就是多事 这个就是 你有帮有忙 明明已经有人在做 或者是呢 你根本是做不起来的 你也这个 去跟他凑一脚 插一手 结果 把那一桩事啊 做得更糟糕 本来 那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你已经去讲几句话 你已经去 这一参加以后呢 弄得他们比较复杂起来 这个叫做多事 台湾话叫做鸡婆 鸡婆的意思 是啊 是渡管闲事 所以闲事呢 不是你能够管的 你也去管 不应该这个时候 你去管的 你也去管 而你认为人家做不好 只有你才能做得好 你也去管 其实人家已经有 好好地安排得好好的 那你应该就插进去 来给他这个 搅混一下 你也认为 你很能干 你也认为你很优秀 你也认为你很热心 结果让人家痛苦 让人家麻烦 让人家事情 能更糟糕一些 这个叫做多管闲事 我又看到有一些人呢 多管闲事的呢 他总觉得他很聪明 总觉得他很能干 人家问这个事情 谁会啊 我会 这个是谁会做啊 我会 谁愿意去啊 我去 谁懂啊 我懂 其实他不懂 他 就是觉得 嘿 总要有个人答应啊 总要有人答应啊 总要有人说要去啊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把事情弄得糟糕 把事情弄得焦头烂烂 人家大家都骂了 你这个家伙 你本来就不会 你怎么也来了 如果你不来的话 其他的人来 会弄得更好一些啊 你弄那个不会的人 跑到来 这把我们这个事情弄得很糟糕 所以多管闲事啊 就是增加事情 那个我曾经有一次呢 我仔细读管闲事啊 有一个人 跟我一起啊 过淡水的 从关渡那个地方啊 我们有个淡水河 从我从关渡的这个 这一边到关渡的那一边 是坐船过去 到了靠边以后呢 我看到有一位啊 这个中年人 他要上岸 我看到他好像是 有点怕 我是一跳啊 就跳下岸了 这是从船上跳下 跳下了岸的 那个人呢 好像是有点怕 那我就掺他了 我说你的手给我 我帮你一个忙 结果呢 我拉他的手啊 他这个脚还踩在船上 结果呢 他的脚跨出来 这个船往外滑 这个人整个的 半个身体掉到河里边 这个我就是基佛了 我就多管闲事 如果我鼓励他 你跳嘛 你跳就好了嘛 结果我多管闲事 我也没有想到 拉他的手 他这个脚往外一撑呢 船会离开 按个远一点 结果脚跨出来 就跨了 掉到水里边 从此以后 我就想到多管闲事 很糟糕 我给他过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自信心呢 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动力 有自信心的人 做起事来勇往直前 而且能够贯彻到底 缺乏自信心的人呢 做事却常常畏首畏尾 果足不前 不过度的自信 有时候也会被批评为自负 或者是过分的骄傲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自信心的真意是什么呢 我们该如何建立真正的自信心呢 自信呢 是对自己的了解 更清楚 因为对自己了解清楚呢 自信心呢 又坚定 通常的人讲的自信心 往往啊 是在虚 这个 虚张声势 夸大 有一些呢 认为 骄傲 就是表示有自信心 大声讲话 表示有自信心 动作 比较啊 大一些 就是自信心 不一定 有的 往往有一些 因为啊 没有自信心 所以是才会大声讲话 因为自己啊 胆确 所以呢 有大动作 自信心的建立 或自信心的表现呢 一定是啊 对自己 充分的了解之后啊 才能够出现 孔夫子说 自知为 自知 不知为不知 也就是说 能就能 不能的 就是不能 有自知 自明的人 也自信心 比较啊 坚定的 也就是说 有人说 一高 胆大 自己的 技术 自己的 观念 自己的 学问 或者是呢 自己的 能力 包括财力 或头脑的 脑力 这智慧的力量 还有自己的体力 有多少 自己知道 这么清楚的话 那叫做 有自信心 但是 自己的缺点 也是啊 要知道啊 之后呢 你的信心 才能建立起来的 自己的缺点 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今天的喉咙啊 有点沙哑 那 如何的 我的调整呢 我自己的 沙哑的喉咙 或者是呢 我讲 身体讲小一点 或者是讲 这个 慢一点 哎 这样子一来呢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喉咙 并不很好 所以呢 我讲了之后啊 有心 注意 这样子的时候 我又能够啊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缺点没有关系的 知道有缺点 是非常好的 知道自己的缺点 越多啊 我们的成长 越快 而自己的信心呢 也越决定 就是说 有人问我 关于科学上的问题 关于 比如说 电脑 来讲 我 几乎是一窍不通 我都知道 电脑很好用 人家要问我电脑的问题 叫我来讲 电脑的问题 那我绝对不会讲 因为打死我也不讲 为什么 我一讲就是外行话 有人问我政治的问题 说这个政治啊 这个两岸的政治啊 怎么样啊 还有两党的政治啊 三党的政治啊 怎么样啊 要问我的时候 我也瞧不通 我不懂政治 我怎么讲政治 我 你怎么这样叫我讲 我也讲不出来 我也不敢讲 我也不会讲 这就是有自知之明 讲出来竟然是错的 讲出来 让人家笑的 因为为什么还要讲 那 我有自知之明 这个我有自信心 我有自信心 是什么 我知道 我不能讲 我不会讲 我不懂的 那 这个也是自信心 那 不懂的是不是要去学呢 那不一定 我懂得我的 将我自己所懂得的奉献给人 而自己觉得不够的 自己这个领域之中的 自己工作的范围之内的 我要尽量的加强 我自己的能力 我要学习 我要练习 我要成长 但是呢 这周边的其他的修问呢 我只要知道一点的场色 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 把我自己的内行的本行 放下来了 我专门去摸周边的其他的修问去 甚至于呢 人家说捞捞捞过来借 我是一个和尚 他去讲政治权 那笑是人 我是一个和尚 讲宗教还可以了 我一个和尚 讲艺术的 这个也是个小资人的事 所以是呢 自知之明 就是说 自己知道多少 很清楚 那我的自信心就够了 因此 我演讲的时候 我一定有自信心 这个 我在说法的时候 我一定有自信心 我叫人家修行的时候 我一定有自信心 为什么 这是我的本行 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 我讲出来不怕人家笑 就是人家笑我 没有关系 这是他的事 我讲的我知道 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我想 我了解的就是这个样 你笑我也许有你的立场 也许有你的想法 没有关系 但对我来讲的话 也许你笑我的时候呢 我要请教你一下 你为什么笑我呢 那如果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接受你 所以自自为自自 不自为不自 那也无数位 所以当我演讲几千个人 上万个人 听的时候 我一定也不害怕的 为什么 我讲的东西 我相信 我懂得就我讲 我不懂得 我不会胡说 如果说有人反悲我 我也很欢迎 因为他的道理 那这个还要怕什么 所以这个呢 自信心的建立 一定是在自知 还有呢 自我的成长 自我的认识 然后呢 自我努力 自我奉献 能能能奉献多少 就是奉献多少 这样就个人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